好 今日講的題目叫市場結構 考試第一樣東西就是要你分類 一個市場大致就分開完全競爭和非完全競爭 非完全競爭再分開三類 競爭性壟斷、畫頭壟斷和壟斷 考試就會問每一個市場這四個有什麼特點 我們逐個看先看完全競爭 主要有三個特點 第一有很多個賣家即是廠商 第二個特點 銅質即是賣的東西是一模一樣 還有這個市場可以自由加入 豬和狗都做得 舉個例子 例如我們賣菜 菜其實坡坡都是一模一樣 亦都有很多檔 亦都有很多顧客 那變了有什麼特點 就是說你賣的菜是不可以加價 你可以加到100元一斤 立刻沒有人理你 立刻光顧第二檔 那結果出現什麼現象 大家你眼望我眼 最後無形中有個力量 就是推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應該賣同一個價格 菜就是5元一斤 那就不可以再加價 因為一加價 那些人立刻光顧第二檔 我們就明白為什麼這個市場 只有一個價格 因為你賣的東西一模一樣 沒什麼特別 還有消費者也看到 旁邊賣同一樣東西 我們說市場信息是很容易掌握 我們說這個5元一斤的菜 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 就是說供應商和消費者之間 大家無形中定了一個均衡 你不可以加價 換句話說 會有一個名叫售價者 就是說只能夠接受 由市場決定的價格 那廠商當然很不甘心做一個售價者 他也明白 加不到價的原因 是因為你賣的東西一模一樣 所以他們會慢慢進化到 第二種市場結構 叫做壟斷性競爭 那和第一種市場有什麼不同 那一樣 很多個賣家 很多個廠商 接下來到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點考試很常考 很重要的 就是叫做賣一些異質的產品 那考試很常問 在這裏打個聲 有什麼方法 將一些產品 改一改 令到賣貴一些 舉個例子 例如星巴克的咖啡 為什麼可以加到這麼貴 都還有人買呢 例如包裝 品牌 服務 質素 等等下苦工 令到他們可以加到價 但消費者又不走 那他們就變成了一樣叫尋價者 可以定立自己的價格了 就不需要接受 由市場 剛才所說 決定的價格 是加不到價的 那這個就是最重要的分別 其他都是自由進出市場的 和完全競爭沒有分別 那另外不同的地方 就是資訊是不完全的 甚至一些廠商 故意令到市場資訊不完全 有什麼好處 那就可以加到價 那這種市場壟斷性競爭 同學又想不想到例子呢 我就想到一個 例如茶餐廳 很多間的 一下街 整個街都是 但賣的東西有少少不同 食物質素 價格 成本 市場信息不完全 市場信息不完全 可能他標榜 用一些秘製的方法 留住顧客 令到他 尋價者 加了價 顧客都未必走 去到第三種 寡頭壟斷 寡即是很少的意思 我們見到廠商的數目 越來越少 好了 但考試 不要只說很少的賣家 正確的字眼應該是 由少數廠商支配 舉個例子 例如在全世界 其實有很多種類似可樂的產品 但我們說可樂的市場 是寡頭壟斷 為什麼呢 其實最大那兩間 只不過是可口可樂 和百市 我們說可樂的市場 是屬於寡頭壟斷 其他特點都是 異質的產品 即是賣的產品 是有少少不同的 例如香港的油站 你逛街馬路看看 可能只有幾間 例如嘉德士 顯學 中國石化 他們的產品是異質的 你不可以互相替代 為什麼只有幾間支配公司 即是說暗示了 要加入這個行業 其實是相當困難的 另一個香港很典型的例子 頭壟斷就是銀行 香港開銀行是要拿牌的 或者油站 都是很難進入 可能需要很龐大的資本 令到這個市場 只是由少數的廠商所支配 另外由於公司只有幾間 所以大家會息息相關 競爭其實都是很激烈的 歷史上也曾經爆發過價格戰爭 例如很多年前 八街和惠康鬥減價 減到連市多都去那兩間超市入貨 而很多年前 有個叫蘋果日報 加入市場之後 亦都爆發了減價戰 令到很多小的報紙 支持不住倒閉 所以經過這麼慘痛的歷史教訓 他們通常就不會進行減價戰 大家會成立一些價格協定 例如成立一些工會 例如銀行業 有個叫香港銀行工會 而香港的油站 他們雖然說自己沒有協定 但你發覺很奇怪的 他們一加價是同時 晚上12點一齊加的 要減價也是同時一齊減的 目的是不想一些叫國喉式的減價 做到兩敗俱傷 既然不要做壞個市 鬥減價 那用什麼方法競爭呢 我們說用一些叫價格以外的方式競爭 例如賣廣告 外國最有名的 例如兩大波鞋的牌子 Like 和Adidas 他們每年都是丟一些天文數字 去請一些巨星 他們不會波鞋鬥減價 又例如香港的油站 例如嘉德士 都很喜歡送贈品 例如你入郵就送一支水給你 也都好像送過一把傘給你 最後一種市場叫壟斷 甚至只有一個廠商 其他廠商甚至完全是加入不到的 可能設立成本很高 或者剛才所說要拿經營權 專利權 例如中華電力公司 例如中華電力公司 壟斷了九龍和新界的電力供應 另一間叫做中華煤氣 甚至壟斷了全香港九龍新界的煤氣供應 不過這種考試反而比較少出些 那麼考試怎樣出呢 我們看看Paths Paper 我們先看第二題 就是叫你區分 即考試的問法 是屬於哪種市場結構 主題公園 他都說了 提示兩大 即是說 第一個是掛頭壟斷 然後兩個特點 剛才我們都說了 好了 小數 例子的只有兩間 廠商支配了 第二項非價格競爭 他們都不會割頭式減價去吸引顧客 他們用一些廣告 宣傳等等 或者賃品之類去吸引顧客 第二項我們先看二三年 亦都很常問的 就是同一樣東西 為何有些價格會高些 你要說出兩者有什麼分別 我們剛才筆記也說過 為何差不多的東西 有些可以賣貴一些 就是一些細微的地方 例如包裝、服務 或者品牌方面 有些牌子比較信得過的店 等等去下苦工 令到它可以將東西賣貴一些 或者你可以說一下 是因為市場信息的不完全 第三種問法 就是第一題 它會在題目給一些資料 叫你解釋為何會有價格上的差異 我剛才說過 如果你賣的東西是一模一樣 或者叫同質的話 你論上你是加不到價 那種就叫做完全競爭 我們當然看到 香港的酒店 當然不會是間間一模一樣 很明顯就不屬於完全競爭 它們賣的東西是異質 不過你要根據題目 它們的差異同樣是酒店服務 分別在哪裏 在題目你都找到 可能在房間大小方面有少少不同 一些額外的服務方面 有一間是免費無線上網的 也都看到在服務上有少少不同 你亦都找到在附加服務方面 一個可以免費取消預約 一個不可退款 付了錢之後 這些不同導致賣的東西 不是同質的服務 所以就是不完全的競爭 你隨便說兩樣都可以